微风徐徐吹来,风车跟着转动 这样的景象在寿天宫旁随处可见 民众都觉得很特别 日前民间相公所与寿天宫主办的风车彩绘结束后 这些风车全数装置于寿天宫旁 让专严的妙似多了一文气息 也让寿天宫多了一个新亮点 吸引更多观光人潮 我们寿天宫 我们很多豐富的一文气息 包括我们庙的宗教、文化 跟着我们在地的艺术之祥宴 可以结合来参拜我们宣传上帝的 这个善心、这个台帝 大家可以来就着我们宗教的文教气息 来我们这里做了一个文化之旅 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民间相 可以在我们观光产业来提升 当然来增加我们民间相的新亮点 这有不断的活动 以及我们不管是我们的景点 来行销 让我们各位相信 让我们来到我们这里出口 五彩缤纷的各式风车 经过民众细心会之后 就矗立在道教圣地寿天宫旁 这些风车随风转动的景象 让人不禁觉得心患神怡 心情为之开朗 议员邀请乡亲 可以到寿天宫 欣赏不同以往的景象 我们的子风车彩绘 千人彩绘活动 已经完美我们也将我们的作品 一一呈现给我们的游客 包括我们的乡亲 当然在我们的道教圣地 寿天宫 再来将我们的子风车的作品 都插入经济 让我们真的这些乡亲 来这里可以看到 这么美丽的风车 尤其是我们所有 来自我们乡亲 到我们所有的 学心学子 大家的作品 可以呈现给大家 欢迎大家有空 来到我们民间 寿天宫来观赏 我们这边的美好景色 风车彩绘加年华 今年已经迈入第二年 参与民众相当踊跃 藉由彩绘促进 亲子间的情感 而彩绘完的成品 装置成一道道风车墙后 景色美不深收 令人赞叹 也大大提升了 民间寿天宫的吸睛度 民意新闻林家会 民间采访报导